本节目由长安福特瑞界独家冠名播出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我得热烈欢迎我的犯罪学老师 咱们中国公安大学的李梅锦教授 他不仅是犯罪心理学老师 还是著名的画家 他有一个绝活叫做犯罪心理画像 犯罪心理画像 这玩意课诀 好多个就破不了的这个案子 他就分析这些蛛丝马迹 这等于能给你画出一个心理图像来 描述出一个人 就是用文字来描述 因为文字描述的都是您得理解的 在心理形成的那个像 如果不犯罪能描述一遍吗 一般有人格的稳定的心理东西都能描述出来 您描述一下马爷 其实我要描述的基本都是您的一些那个性格和人格特征 比如就是说您这个经历比较沧桑 脸上就看得出来 我脸上都怎么沧桑 你还不沧桑 你也不沧桑 我算一生中很丰顺 这个做事属于稳中准的人 准 对 然后他其实比如说我们有时候在侦查分析当中 比如说有一个现场吧 这个犯罪人特有意思 他进入现场 他行凶的时候 他是从这家里拿出一根那个 就是东北 他那个院门口扎那个围子 都是一根一根的粗棍嘛 他有一扎放在门后 然后呢这个犯罪人从这拿出一根来 然后呢就是把这个老头老太打死之后 他又给插回去 然后呢他翻弄他们家东西呢 就是从那个箱子里拿出了一个铺杆 就是他们过去东北都是那种四角包的那种 他弄完以后呢他又给放回去 然后我们刑警呢打开看 就看到底下有那地下的土 然后从那根棍到这个 后来我就说 我说这个因为他围很小嘛 我说你们就研究你们的围里的哪个人 就是说拿东西哪拿的放回哪去 这就是一个心理的 中大强迫症 你也有这些 他也不敢说他强迫 但他是一个就是从小养成的一种风格 这种风格就是他做什么事 他一定从哪来的回到哪去 所以像这种特点 那你要在在比如我们熟悉的人当中去找 就很容易了 这就是一种心理上的 不是那种指纹呢 不是脚印呢 没错 当然今天咱们请这个李老师来呢 他不一定是指导罪犯是吧 但是呢可以我觉得他的这个法术啊 不叫法术 他这个学术 那可以用于指导生活 可以用于指导你们谈恋爱 可以用于指导你们识别渣男 对吧 你知道现在这个网上很多女孩就是说 为什么我老痛渣男呢 但是就先是说什么 方舟你觉得 他们你们女的老说 有些女的老招渣男 你先说什么叫渣男 你觉得 我觉得其实渣男是有两种 就是呢 一种我觉得渣男 他是由这个 是因为他的内心软弱所导致的渣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比如说像典型的东京爱情故事里面的玩志 就是他谁都喜欢 然后但是呢 他又不好意思去跟另外一个人说 这个跟他分手 然后像张无忌也是嘛 他就是 张无忌 你说金庸小说那个 对啊 他就是两个他都不好意思去拒绝 所以他其实是内心软弱导致的一种渣 就是他就说是俗称的劈腿嘛 就是说他这个跟这个好又跟那个好 但不是他有一片 他是这个也舍不得说分手 那个他也不好意思说我不爱你了 我觉得这是一种内心软弱的渣 我觉得还有一种渣 就是套路式的 现在不是有那个班吗 叫什么POA还是什么的 你专门交钱去那个班 就教你怎么泡女生 教你怎么撩妹 全都是有这个套路的 那他针对的一些人 就是其实是这个人格稍微有一些缺陷的女生 或者性格有缺陷 比如说这个缺乏父爱 缺乏母爱 缺乏关注 缺乏安全感等等 他就针对这个招数来跟你聊天 然后怎么泡你 然后一步一步的 然后就是到 到手之后就把你给甩了 内心情感毫无波动 所以我觉得渣男其实是有两种 一种其实是他不愿意渣 他就是软弱 他是这个 他也很痛苦 他渣的也很痛苦 就是他是加害者的时候 他同时也是受害者 然后另外一种是比较普遍的 我觉得另外一种就是套路式的 就他一切都是到达最后的这个得到 得到了之后 他就没有目标 我听懂了 我简单的说 一种是偏甜型的 一种是偏咸型的 前面一种是偏甜的 但是我听你说这渣男 在我脑子里都是良民范畴的 我脑子里有个渣男是谁 就是前一阵判的那个 日本判20年的 那个江戈案 那个陈世锋 那种渣 那就是属于 但是我恰恰觉得 他不是一个通常意义上的渣 就是他其实是很执着的一个人 就是他的你看很多短信 他如果没有他最后那一部 可能很多女生下来晚上会觉得 他还挺甜的 或者是他还挺痴心的 他很痴情 很执着 他一定要追悔 一定要怎么样 我觉得他跟我们通常认识的渣 还不太一样 他就是反正的人格 就概念不一样 你看我听他们讲这个渣男 开始在我脑子里反应 就像陈世锋这一类的 还包括那个上海杀天 上海杀天 就是那种 就是我有时候 就是也挺为身边一些女孩子担心的 就是这个男的 好的时候看不出什么来 也都挺好 就是架不住分手 就是你要跟他一分手 这种变态的 还是就全出来尾随跟踪 甚至是把你们家窗户 那就发展到最极端 就是这种犯罪了 李老师您怎么说 这个像陈世锋这种 我觉得就刚才说渣男 我个人来看这个事情 我觉得是跟我们中国 在文化当中 这个性别文化 比较薄弱有关 就是比如说我刚工作的时候 我有一个同事 他给他介绍对象 到人家里去 然后呢说这是那女孩的房子 他说我不进去了 他说人家这是女孩子的房子 我们第一次 然后呢外出走路 他每次都很有意的走到外面 后来呢 因为我知道他是在国外留过学的 所以就是给人感觉 就特别有那种风度和 就是爱 对就是男性的那种 性别的那种修养 可是呢我们这个社会 你就会发现 尤其男孩在家里都是祖宗 就是说一般呢 尤其是独生子女家庭 或者说家里就一个男孩 然后或者晚年生子 或者家中长子 然后呢这种情况 很多家里呢都比较宠 这一宠呢 他就容易形成一个 就是自我中心 所以这种人到社会当中去吧 他尤其遇到一些 就是完全不能如意的 这种情况下 他就会把那种 本性的东西拿出来 他没有底线了 也就是说不择手段了 但是您说啊 就是咱们老说这个识别 我后来看了很多描写 我我就觉得 我真看不出 没什么规律可循 因为你比如就说 这陈世锋 就是当年看那同学 有说他呢 平常沉默寡言 性格内向 也有说他呢 是什么呢 就是说这个积极幽默 什么和各种性格 在不同人眼里 都有不同的性格 那你说谁知道 他到最后不行了 这里边后来我看 咱就根据报道来说啊 根据报道来说 好像是有一条啊 就说这个刘欣呢 就是他这个这个女朋友啊 不是想摆脱他吗 分手想摆脱他 老摆脱不下来呢 你说是不是这刘欣踩的这一招啊 更加刺激了他 但就刘欣的这一招就找了 找了个男的就说 哎 待会我就说你跟我好了 那么您觉得像这个是不是会更刺激他 在这个性问题上挺麻烦在哪呢 就是说其实像我们老家过去 就是像我们这一辈人 我们那是谈对象 没听说半年之内就结婚的 对对对 为什么 就是说都得至少得谈两年左右 半年还没拉手 其实时间就是检验渣男最好的事情 对对对 所以李老师刚才说 这谈恋爱要慢慢谈 这是一个问题 还有一个呢 就是说这两人一旦发生过性关系 这对某些男的来讲 就相当于就是说 动物他有一种本性 一见血 他就特别兴奋 动物本能 对他也是这样 只要有过这种行为关系 他往往就会有一种 就是因为比如说 我也跟一个系列强奸犯跟他谈过 后来他就告诉我说 这个女人和女人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会发现 他有些就是女孩 当他和一个男的分手的时候 这个男的他实际上教过好多女孩 可是他就死追这一个 那也就是说女性可能不能理解 实际上他这个男性 他自己心里明白 所以在讲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还是这个观点 就是老花特别对 在这个吃不准的情况下 不要轻易的去和一个男人 睡到一起去 瞧瞧 很麻烦 你们年轻人 我觉得其实也不是说 完全不可以判断 就是我自己所谓 遇到过这种性格 比较反社会的 或者怎么样 我觉得有一个特征 就是他们自己在他们这个失控 他们在超速了 或者他们在逆行的时候 他们是意识不到的 就是他们可能 越了一些边界 或者他们情绪失控 然后怎么样 他特别执着 他们自己意识不到 他可能是又给你道歉 说哎呀 这个这个 不好意思 我那个 刚刚怎么样 但是在做这些行为的时候 他们是意识不到的 我觉得这种人 就非常非常危险 我之前有一个 认识了一个美国的一个男生 我就跟他见过一次面 后来他就他老给我打电话 后来就觉得有点烦 我就把他的那个 他老要微信跟我语音 我就把他微信拉黑了 然后他就给我打电话 就每天早上三个电话 每天晚上三个电话 一直打了大概有个半年的时间吧 不停地发短信 说这个你欠我一个解释 你为什么拉黑 我不公平 我只要一个解释怎么样 就是他的这个 他自己其实在越一些边界 但他自己没有意识到 他就很执着地 被一个念头说 你就是欠我一个解释 不公平 欠我一个解释 然后我就觉得 这个就很危险 我就赶紧拉黑一切的联系方式 让他联系不到 你说这个 我还想起来 就是我认识一个女主持人 当然不能说名字了 我们俩也挺好 他就有一次 他说他去新加坡 就碰见了这么一个商人吧 这商人可能就喜欢上他了 喜欢上他呢 他也没跟他好 但是这个商人就 不停地就这种执着 不停地找他 开始还挺礼貌 到最后他老挂电话呀 就那个人呢 就开始就 我觉得是一种病态 因为我怎么发现呢 那天我跟他聊天 他接的一电话呀 脸都变了 不是脸一点都没变 他就把电话放在旁边 就没挂 就接着跟我该干嘛干嘛 就聊天干嘛的哈 后来我说你怎么不挂那电话 他说就是那疯子 就是你知道吗 他说我挂了他又打过来 挂了他又打过来 他打过来 所以他就让他说 他说我都不听了 就那个人就疯狂的 哇哇哇就这么说 其实他根本没有 就 您说这种算病态了吗 这肯定是病态了 这个其实人在社会生活当中 很重要一点 就是说你要根据对方 来调整自我 就是我们一般讲 人格的发展三个阶段 第一个是本我 本我就是我想干嘛就干嘛 快乐的原则吧 第二个阶段他叫自我 这个自我的意思就是什么呢 要根据外部的情况 审时度是 所以他叫现实原则 那么有些人呢 就跟我讲 他从小在家里头 没有很好地去 就是给他一些规范 一般这种情况 往往都是被宠溺过的 被宠溺以后呢 他就觉得这个事情 我要做的话 一定要做到 我才不管不顾 我不达目的 事不罢休 他有什么意义呢 他没有 女孩追不回来了 他看不到别的东西 对 他眼里看不到别的东西 他认为 他认为就是说 是你对不住我 然后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所以他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完全没有自我 所以这种人也不会有超我 就是说不会有自我良心的 他也不会超过来审视自己 对 不会知道说这个事情 其实我讲最 人最复杂的 或者说最高层面的心理 就是反思 什么叫反思呢 就是说 就是我们的思维 比如学习思维是正向的 就是从简单到复杂 往深了走 然后呢 我们的解决问题的思维 是正好是反向的 比如医生给病人看病 他是知道结果 然后他也知道你怎么得病的 他才能给你治好 对吧 所以那么还有一种思维 是360度的 360度也就是说 像我们看自己的后脑勺 是看不到的 是要借助两个镜子 对吧 那么反思也是 他要借助两个东西 一个呢 就是说 他必须具有抽象思维的能力 把一个事情 他能够在脑中重现 第二个呢 就是说 他必须具有一个内化的标准 这个标准是在他长大过程当中 逐渐接受的 哪些事能做 哪些事不能做 我们叫良知 如果这东西他没有内化 这个人就根本没有 没有反思的标准 所以呢 就是说 这个第三种这种情况 是很多心理不成熟人 常常都出现的 但这种人很多 对 因为他不知道 所以我们有遇到一些心理有问题的人 找我们咨询 你就看这人什么表现 他如果说 哎呀 这个事吧 我觉得我也有点不对 但是当时我觉得 他那反应有点过当 他你和我都用的话 这个人就是比较正常 他如果上来就说 我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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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整个这个过程全是我 你就知道 这人 他整个没有反思 为什么 他全说的是感受 我就碰到过这么一个事 那还是我年轻的时候 一个女的跟一男的谈恋爱 这女的后来女孩不喜欢了 就想跟他吹了 就跟他吹了 吹了以后呢 他以为事儿吹就吹了 但是呢 突然有一天 也没多久了 他在屋里待着 男的推门进来 反手就把门锁上了 锁上这个信号是非常不好的信号 然后他从兜里掏出一墨水瓶 墨水瓶是那个深蓝色的嘛 那他把盖打开了 他说这里是硫酸 告诉你了 说如果你不同意跟我好 没关系 我到我脸上 那女孩看半天 就觉得这孤立无援 说他说 他后来跟我说 他说他真到他脸上 我不怎么可怕 我怕他见我脸 后来的 后来的 后来他就彻底的认怂 他说我当时想低 我出不去这个屋 我就是往外甭跑 你开门的功夫 也脱了 水液体 一抖也受不了 他说呢 只好说你先别这样 你不要过于的激动 我们的问题是可以往下谈的嘛 他就把人家 就彻底的认怂 说他说在那一刻 我什么都不想 我就想他要把那个瓶盖给我拧上 因为拧上以后 你才可以再选择第二步 结果那男的一听说 他这样的话特高兴 就马上就是高兴的不行 就把盖给拧上了 你说我朋友一哥呢 然后他就他说 他在那个盖拧的那一瞬间呢 他心里就一下就先踏实了嘛 因为这个任何人都会害怕 就开始聊 那时候那一就堵着门口 聊了好几个钟头 最后那男的聊高兴了 说我告诉你吧 这里就是自来水 哈哈哈哈哈哈 你说我不信 你拿来给我看 他说你看你看 他流酸你还不知道是酸的 你闻闻 这水 就扔那男的 然后就跑出去了 那首先证明这男的第一 这男的心计很重 但是这种事情 如果是真的 我们那时候在你 不能判断的时候 你不能去赌 我小时候 见我们法院判过 就实际上那个 我就知道 一个纺织女工 就是谈恋爱 就说这个女的 真是你怎么能识别 这种男的 就是你说分手了 怎么也追不回来 这有一天 啪一瓶流酸 破你脸上了 他怎么都 你甚至这种 这种案子很多 是吧 这个极端的 这个极端的人 他有什么特点呢 其实有两类人 就是我们一般讲 人格问题吧 人格就是不太正常的 有十多种 那其中有两类 是属于这个的 一个叫边缘性人格 这陈志峰 就属于边缘性的 边缘性人格 他什么特点呢 他好的时候特别好 对对对 然后说急的时候 就急 所以他是在一个 界线的两边 跨来跨去 这叫边缘性人格 他也被称作叫爆发型 所以这种人格的特点呢 他你要跟 遇到这种人的时候 就是刚才马爷说 这特别对 就遇到一些 特别紧急的情况下 你一定要认松 就别再刺激他 特别认松 对 彻底认松 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先认松 然后慢慢去缓解他 让他能够逐渐 就是我们像脱民的 一点一点脱 不能一下就不给他这个 这是一种人格问题 还有一种就是 刚才讲的比较麻烦的 就是被动攻击人格 什么就 被动就是上次咱们提到的 就是扣小孩眼睛那个案子 你还记得吗 我提到过 被动攻击人格 被动攻击人格 他的特点就比较压抑 他在人面前有很多东西 其实他很恨你 但是他要跟你一副笑脸 他很不想跟你说话 可是他又怕咱俩在一块待着 没话说 使劲说 你看吗 就是他是属于那个 就是他的表现 和他内心完全不一致 被动 对 他很拧吧 这种人呢 你别看到表面没有事 他其实内心已经积攒了很大的东西 他哪天一不高兴 唰就跟你翻脸 所以这种人 他的特点就是 不敢当面 他一般跟你使 蔫坏 被动攻击性人格 所以这两类人格 都是属于在谈恋爱过程当中 要遇到特别小心 但是在爱的时候 能看出端倪吗 你比如说 有时候我在生活当中 我要遇到一个特别客气的人 我一般都特小心 就是说话直了白咧的 你就这人 你不用防他 但是这人吧 老跟你特客气 他老是那眼睛 后边有眼睛 这种人你跟他相处 你也要跟他客气 然后跟他说话 他要小心谨慎 对对对 我还是李老师说的好 我这辈子碰的人是这样 我年轻的时候 特别不相信一种理论 就是人可以看面相 特别不相信 人怎么呢 你怎么知道 人心隔肚皮 那知道在肚子里怎么想 我到这个岁数以后呢 我觉得第一印象非常重要 尤其眼睛 眼神不定的人是特可怕 我历史上就是碰到最坏的人 都是那种眼神不定的人 闪烁不定 就是你跟他说话 那个眼睛闪烁 他就是给人感觉 这个眼睛能往那边闪 这眼睛能往那边闪 就是非常不适 还有一种人 就是像这个 就是上海的那个哥 把那个女的杀了哥 就那种眼神极为阴郁的人 就是他 这个没有 人有阴郁的时候 说我情绪不好 然后我们家里出了大事 都可能 挺高兴一事 真好的 他们特阴郁 就这种人 我就特 觉得特恐怖 这种人就不能过多的接触 我觉得谈恋爱 我其实怕遇到两种人 就是一种 就是说 还是我刚刚说 特别执着 就比如说你打电话 你没接 你可能发一个 就是说我在忙 不停的打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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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你这个爱的时候 你可能会觉得说 哎呀 你看他还是很在乎我的 你看他多么的 这个小戏 还会跟闺蜜炫耀 你看他这多在乎 但其实我觉得说 他就很执着 就他一定要达到他的目的 我就这样 然后我觉得我害怕一种 就是说 他没有共情能力的人 就我原来看过一个 说这个连环杀人 连环杀人犯 为什么能连环杀人 就他没有共情能力 他就是他想象不到别人的痛苦 就我觉得如果跟人在 比如说跟男朋友在交谈 你发现他对别人的这个痛苦 没有想象能力 他就没有共情能力 就这种人 我也是很害怕的 对 你可能显示出来的是一种 特别成熟 特别稳重 或者是有的女生会觉得 这个就是感觉什么事都搞得定 或者是感觉特别冷静 但是他其实是没有共情能力 这一点我也很害怕 对对对 我有共情能力 可能是这个救了我 这第一点 那刘老师 其实我也是个病人 我就是发现 有一个什么呢 我现在啊 就是不断的要自我 就改善自己 就是说有个 你比如说我父亲啊 他是做这个工程师的 做这个精密 精密的很精密的仪器的 我就觉得我是不是遗传了 就是有的时候啊 我经常提醒自己 就钻牛角尖 就你比如说 我要找你 如果我没找找你啊 你知道吗 就是并不是说 因为找找你这事多重要 而是说找不着你这事 我今天就放不下 我不找找你 我就没法开始第二件事 后来我就看这个陈世锋 不是我们俩没什么关系 后来我就看这个陈世锋 跟这个刘欣 在这个同居期间呢 说后来刘欣 是什么时候 发现他有点毛病呢 就是说 太爱较真儿 为了看场电影 为了吃顿饭 你知道吗 就有些时候就是说 我现在觉得有些时候 我就有这个错 就太爱跟人较真儿 比如说 咱说是一厘米 你为什么给我弄个0.5厘米 就这点啊 就有时候我也能把人 给熬得崩溃 你自我需要改善嘛 就真的 我觉得这个是我的毛病 对 不是 我觉得一个人的这个 之所以能在社会上进步 主要就是 我老说你认识世界不重要 认识自己最重要 你不要天天想改变这个世界 你知道哪好也不重要 知道哪不好最重要 一个人能在这个社会上 能够迅速进步 就是知道你哪不好 就这点事吗 就改了 比如我这个人 特意愿意抢话 以后我就自个意识之后 别老抢人家话 这是很小的一个毛病 对不对 这就属于李老师说的 就是说你还有自知 这个很重要 但是李老师就我问您 就是说像这种性格 他发展到极端呢 他会不会是有一种妄想 就是说啊 就说这件事情啊 必须要如我所愿 这差一分一秒都不行 他一定要按照 我脑子里的这个意愿 完完全全的实现 要不对了 我就疯了 很痛苦 这是科学家的品质 这个做科研 确实像你做的这样 就是说尤其搞仪器啊 包括那些数字啊 他要如果错一点点 他不能接受 但是这个用在男女的 这个关系上呢 这个男女关系呢 我个人还是说的这个问题 其实他这个 除了刚才我讲的 这个我们的性别文化当中 我讲的一个男性 其实女性也有 记得曾经有一个 美国的一个学者 曾经讲说 女孩子怎么才能让男孩子 真正就找到好的男孩子 就是说你跟他谈对象 谈到九点钟说 我要走了 我九点半必须回家 然后呢 这个就是在谈对象的过程当中 他就讲这个总调着 然后呢这个点 他就说走就走 衣服也是穿的严严的 说这种的女性 往往男人就觉得 我必须得尊重你 而且我愿意把你娶回家 有原则的女性 他就觉得这种我放心 到家里以后 他今后不会去勾引别的人 或者跟着别人走 然后呢相反 刚见面 俩就在一块了 他说像这种的 真的很多男人 一般这种女性 他基本就是 就把你甩了 所以你看网上 我经常见 他们女孩子在探讨 为什么某一种女孩 老是欲渣男 我这种 我不是说欲渣男 就是我说的渣男 就还是指 就是说性格比较极端的 我后来反思啊 不是我容易遇渣男 是我把人家变成渣男 你知道 我后来发现是这样 就我 我现在好很多 前两年的时候 尤其是大学的时候 经常会出现 我就说这种 不停的给我打电话 不停的打电话 不停的打电话 尾随 然后在你这个手机上 装什么跟踪软件 到什么地方 我就经常遇到这种 很疯的 然后我就在反思 为什么 然后我就在想 我是不是运气不好 老遇到这种 我后来发现 其实我自己的问题比较大 因为我的性格 是那种比较软弱 就是我不好意思拒绝 别人 别人一直示好 或者是 我就会说 我们做朋友吧 我们做朋友吧 我就不会那种 很明确的说 拉黑那种拒绝 我就说 我们还是继续做朋友吧 对 然后呢 但是就忽然有一天 我觉得我受不了 我就彻底这个拉黑 然后就是不理 那人家就忽然就崩塌了 因为在我 没有明确拒绝的时候 他这个幻想 是不断助长的 那有一天 我整个一盆水浇过去 他就忽然疯了 所以我那朋友说 说你这个就是 就像这个鲨鱼和鲸鱼 本来其实是两种 不同的物种 但是因为 他们在同样的环境中 所以就长出了 同样的流线性 就像这个追求 前两年大学 追求你的人 他们本来各有各的正常 但因为追求你 都是变成了同一种疯子 你也够诈的 他说这个 我想到一个真实的案例 就是说那个 你还记得 这是一几年 就是砍幼儿园的 第一起案件 福建南平的 对对对 这个证明生 这个证明生在法庭上 当时说这个话 就是说 这个他指一个女的 和一个他们那个 卫生站站长 说他们俩太坏了 他们俩太坏了 我没办法 拿他们俩没办法 所以我就杀孩子 杀孩子你们会问我为什么 我可以告诉你们 他们俩太坏了 那么这里怎么回事呢 这个证明生 我就说 后来我在分析过 他的一些心理问题 他属于就是从小到大 可能长得比较清秀 人家老夸他长得好 然后呢 他很高兴 然后呢 当他知道到工作以后吧 他先在卫生站工作 那我想就是生活当中 有人讲到成年 有时候我们大家说话 都是带有客气了 就是说真话的很少 因为现在都学会情商了 对吧 学会情商 比如我到你那去看病 然后回来我说 哎呀 这个郑大夫 你这医术太高明了 上次我吃了你药 回来就好了 于是他就觉得自己水平很高 他到最后居然把自己 卫生站工作辞掉 他想到一个大医院去 结果大医院不要他 不要后来没办法 卫生站又把他收留了 又回来了 那么最麻烦的就是这个女的 他当时爱这个女的 然后呢 他追求 这女的就一而再再而三的 蜿蜒拒绝 其实你明确拒绝最好 这女的就说 您条件这么好 我哪配得上您呢 对吧 这证明上 视觉自己 对啊 他觉得自己条件很好 然后呢 我爱上你 你还有什么不爱我的 所以他就使劲追 追到最后 这女的忍无可忍了 于是给站长打一电话 说能不能告诉你们 郑医生不要给我打电话了 我真的对他没那个意思 结果站长怎么说呢 站长说 你能不能别老遭扰人家了 人家对你没那个意思 你还没聊没聊 打电话给人家干嘛 就因为这事伤自尊了 所以他才说 我要杀孩子 我要到法庭上告诉 这两个人太坏了 他就这俩合起来 算了他 对 他其实就是个累积的这个过程 这个犯人实在是太可恶了 这是一个很小很小的事 我觉得啊 就是我们在这个 整个的教育系统中啊 最重要的一点是挫折教育 就是你人一定要有知道 不成 我们老觉得老宣传的都是成功学 成功学是一个很少的事嘛 他跟这个 就是他的成功比赌博 我觉得还低呢 但是我们生活中呢 就不知道怎么去面对挫折 从来也不上这种课 西方人他有很多的这种 就比如体能训练 比如残酷的气候训练 你冬天你看那个日本人呼 那孩子幼儿园还全放雪地里 咱今天中国我保你们一个幼儿园 敢把孩子扔雪地里 那家长他这关就过不了 对不对 是吧 那在这种挫折的训练中啊 他对强化身心健康是有很多好处的 我看到一个案例哈 我说那就这孩子挨打挨的少 那孩子是从小到大 爹妈惯着 16岁他妈为一个极端的事情 就当时把握不住了 给了他一耳光了 他开窗户从16楼跳下去了 这就是你要小时候老打着点吧 他就没这事了 你看我们小时候经常爱打呀 我们这代人没有不爱家长打的 是是是 但也不恨家长 说什么心理阴影啊 没阴影啊 什么阴影啊 而且我现在想起来就是打的少了 老想不起来 你知道吗 我们那时候你想 我们在军队环境中长大的 军人没有一个不是用简单的方法处理问题 为什么呢 我们就我小时候见到的所有的叔叔阿姨 都是战争年约过来的 都是拿枪解决问题的 我怎么可能跟你 没完得了说呢 那么 那么家长是这样哈 整个楼道里全是各种 每天你都可能听到大孩子的声音 那会喊大孩子就喊救命啊 什么什么什么 救命打到什么程度 打孩子非常动 我告诉你说 不动工具就算很轻的挨打 拿手打你都不叫打你 全是调出棍 调出嘎的什么鸡毛胆子 什么都拉出来 你听着啊 这劝架是这么劝 很有意思 救命啊 然后呢 这终于楼里就听得见 响响响 有人开门了 就去了 那时候呢 一个楼里三户嘛 一层三户 一个楼六层嘛 这十八户里 等有人出来 出来 帮帮帮帮 敲点门啊 那一打开说 哎 老张 大伙就得了啊 没有人说 孩子有什么权力 什么都没有 就是打 但是这些棍棒比较出来 过去他一定有一定的道理 当然今天不提倡 特殊历史 今天也不但提倡 今天依然可以 我看到那个 英国的这个 这个关于孩子的教育 有一种轻微的体罚 是逐渐被法律 又被确认的 轻微的 对 因为惩戒 是让孩子成长的必有之路 如果没有惩戒 引导是没有用的 引导 你没有惩戒 光有引导 他不往前走 就惩戒 这不能过来 过来就是挨打 对吧 法律的惩戒 你看我们看校园暴力 美国的惩戒 比我们厉害的多 那几个孩子 美国那几个孩子 判的一辈子 恐怕出了监狱了 今天我告诉你 所有的孩子 到美国留学 家长一定是这样 叮嘱校园里 一定不能怎么样 肯定每个家长 都这么去叮嘱 但我们今天的校园里 我看到 经常看到一些 视频的暴力 那我觉得 你的人性呢 对不对 对这个女孩 屁了啪啪啪 给一栋打 这太过分了 你打一巴掌 可能是你的 什么什么矛盾的冲突 什么 你都没完没了的 就是凌辱啊 对吧 所以我觉得 这种惩戒教育呢 应该加强 告诉他 就是不可为 就是不可为 没有余地 但我觉得 被打得多的男孩 也挺容易成渣男的 就是我有朋友 我被打得很多 还不够多 打了一会儿 我在我们那个时代 是爱打很少的 对对 我那邻居 那爱打 听没听得见 就是因为我觉得 像我有朋友 他就从小被 很严重的 那个这个 老师被打 打到就是 我就说肠胃紊乱嘛 一紧张 就开始拉肚子什么 就是因为小时候 被打太多 那就造成长大 之后 他就回避冲突 就回避正面冲突 比如说 他就不会吵架 他也不会提分手 就是在内心累积累积累积 然后冷暴力 然后或者是怎么样 其实这个在恋爱关系当中 也挺渣的 就是你不会跟人家 分享你的真实感受 所以我觉得棍棒打出来的 也很 我这个必须得解释 不要不然 一定就会 引起误解 误解是什么呢 就是 打他这帮孩子里 有两种 一种呢 就是家长 非常明确的 叫恩威病师 你只要是恩威病师的 都没有后果 最怕的 就是那家长 就是只有威 没有恩 这个孩子可能会有严重的心理问题 打一巴掌 揉一揉 对 会做父母的事 父母对你好的时候 而且真正会打孩子的 过去打孩子的时候 父母两个人 一定是一个白脸 一个红脸 最怕就是俩都冲出来 这些完蛋了 那就生活在有冷酷的环境 对对对 那也不行的 这个必须说清楚 他就是区别的 咱们不是说了很多吗 但是我就觉得 真正会造成这种 极端罪行的这种人呢 他也不是大多数 他只能是他极少数 过去咱们老说 这种人是不是就是 人群中的某种炸弹 定时炸弹 你比如说你说陈世锋 他的性格 我估计周围几百人都会有 但是呢 因为一个女的的这个事情 做成这种事 你说他是有点什么 不同一般人的地方呢 也没有 他实际上 我们有时候看到有些 就是比如有 刚刚我说的 有一个男的追这个女的 最后把这女的杀掉 他在这过程当中 教过好几个女的 他那几个从来不纠缠 他就纠缠这一个 所以在这里的 他实际上有 有时候我们也开个玩笑 就是佛教讲的 这个上辈子有念缘 对吧 这个 当然了 这里的很重要一点 我认为还是双向的一个 互动的一个过程 就是 这个女方在处理 这一类问题的时候 一定要特别慎重 就是要给对方一个 尊重她的感觉 对吧 你要如果不尊重对方 就很容易这种事 尤其是男的 他自尊心非常强 而且我认为陈世锋 他也当时在日本 生活压力也挺大 穷 对 他是畜谋杀人吗 我没客气 日本警方是证实 他是畜谋 畜谋的 就是戴着刀 就是戴着刀 他是畜谋杀 这个江哥 还是杀 那个死的 现在呢 就说是他是 刘欣 是活着的 对不对 刘欣是活着的 是他的前女友 他是畜谋杀江哥 还是把这个转嫁了 这事 您就听 听李老师 这我觉得挺难说的 因为从他的这个作案特点来看 我觉得他其实杀江哥的这个意图也挺明显 对 你看他第一对他的用刀 他第一刀就非常致命 因为正常情况下 这个如果抵抗的话 都应该是先手上的 他第一刀就直接臭喉咙去 这个气管喉咙都切了一半下去 那不是因为江哥阻拦他吗 为了什么保护刘欣 但是他其实阻拦的过程 如果我要找的是另外一个 你在这挡我的话 我应该是吓唬你 对吧 应该是吓唬他 他这个显然第一刀就是致命的 对 就是拧开盖子 所以我都怀疑 就是说他会不会 就当然这里的 我也没法到日本去调查这个问题 因为我们看到了 就是这个江哥和这个刘欣 他们俩彼此的称呼 是很容易给人造成一个 错觉 对吧 一个称他叫少女 一个叫他三叔 那也就是说 叔和少女这俩什么关系 当然呢 如果直白的说 我是保护他的 对吧 但事实上呢 如果在恋爱过程当中 有这么一个角色 他会不会对这个三叔更愤怒 对吧 而且你看他在车站上 还把电话的时候还说 我给你买了点馄饨是什么 然后少女当时还说 哎呀太好了 给我买了馄饨 就他们俩的那种 可能就容易给这陈诚峰一个 像是恋爱式的 对因为陈诚峰下午就来过 他下午来过这个地方现场 然后呢他晚上又来 所以呢他在这个过程当中 有没有他有一个错觉 但是我认为这个里头 我们只是一个猜测 为什么呢 因为陈诚峰如果他真是这样 他也不会承认 他要承认 他就要故意杀 他现在这个杀人叫激情杀人 哎你说他激情 我就看了一段 他即便是故意不也是20年呢 不叫故意的话 性质要比激情要重 对可是我觉得 对但他日本定的就是故意 对这个他在法庭上 我还看了一段 就是那个问他 就是说你这个行凶的那一刻 你脑子里在想什么 哎他说的很有意思 他说我觉得这个世界非常安静 对寂静 我什么声音都听不见 他觉得我的什么都是 我的身体好像都消失了一样 他就觉得什么 他说我也任何声音听不见 他说我也看不见 不是说不是真的看不见 而是好像周围就等于什么都没有 他那么一种感觉 那这样的话 他还真是激情了 就是人在情绪高度爆发的时候 他往往就是已经 就是他大脑兴奋啊 是因为我们讲这个 人的这个情绪活动 是会引发这个脑脑 大脑皮层啊 他是大脑皮层工作原理 叫兴奋和意志嘛 如果他兴奋的领域越大 他意志的区域就越小 所以呢 这个人就对这个意志的功能 完全没有了 他周围什么都不存在了 只是兴奋 所以这个过程当中 他可能觉得周围已经没声音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 有可能是激情 但是我永远真弄不清楚这个问题 就是说 我年轻的时候也经历过 要死要活的那种 但是就是说 这叫他都 这个可是一个本质的一个跨越啊 是什么人 一个平常人 怎么可能给到这种程度呢 所以他就不是平常人嘛 我就觉得他一定是有这个 非常反常的一种 而且他挺坏的 他还说那刀是刘欣给的 从屋里送出来的 对对对 这是说谎 对对吧 这种 对他这个细节是个 非常恶劣的细节啊 但其实我在看 就最近这两个 一个是江戈案 还有一个就那上海 上海 我觉得那男的更可恶 那男的太可恶了 就是你在激情 或者在矛盾积累的情况下 不管你是故意的 还是激情犯罪 但你最后这个过程 太不能让人容忍了 他那天那个 在审判的时候 有个记者给我打电话 他就问 他说的 在法庭上就变 他到底是激情还是故意 就说上海这个事 对啊 说上海的 我就问那记者 我说我没在现场 我说我就问你一个问题 这女的几号死的 然后他几号辞职的 他是让他先辞职 然后再杀他 嗯 那就是故意的 就这一个情节 你就看出来了 后来我说 我没说他故意不故意 但是你就看这个事 平白无故 让你去把 辞职就是 男的没工作 你不会有工作嘛 你不会发生后面的问题 就两天三天 就是 他辞职两三天 两三天好像 他就把那女的 放在冰箱里面 好长时间 对对 关键是 这时候还去跟别人开房 就是一系列 后面不可以解释 把你的钱赏花掉 然后拿你的身份证 开了一堆的信用卡 到处透支 干什么 就这个 这是 如果说渣男有定义 这是极限定义 哎 但是你看 他同时 他这个大脑里 又有这么理智的 清晰的 这么清晰精密的 一个安排和计划 而且他冰柜买的时间 让他辞职的时间 整个都是一系列的 所以他现在可以自称是 两人吵架吵极了 我认为他不是吵架 哎 有时候咱们就真不明白 就就就就就 极个别的这种 这种这种 这种变态分子啊 就是说 他要是有这么冷静 和理智的一面 那犯罪要承受的后果 他怎么完全 没想到 对 他是侥幸 他觉得没事吗 我 我觉得这种人 他实际上都是什么问题呢 就是 他 他觉得 第一呢 就是长远的 我不想那么多 第二呢 就是我相信 我这事儿能够躲过去 就这种侥幸 对 其实这种就叫 我原来在谈到人的思维 就是一个空间思维 一个时间思维 就是你看犯罪人 很多人他缺的都是时间思维 就是时间思维什么的 就是一生的事 他想不到这么远 这个一生 有时候我们老觉得特别长 其实呢 在我们真正那个什么的话 都很短 其实你眨眼就过去 我有时候谈这个问题 我经常在讲 我们整个这个 有时候我们这个民族 有时候也有这个缺点 我们其实中国人吧 应付现实都应付特别好 但是我们长远的东西 我们都做的不是太好 远见 你看德国这个民族 它的特点 所以这个可能也跟你 你这文学 我觉得语言就有一点这个问题 你比如说德语吧 德语他是那种 就是格位 16个格 然后呢 从句套从句 就讲黑格尔的著作 说他们翻译黑格尔的著作 翻到三篇 没找到一个句号 这就哲学思维 哲学思维什么意思呢 长句特别多 他长句练就什么呢 就是说你说多远 你最后还得拉回来 有很多说长句的 说出去了回不来了 我说到哪了 忘了 所以他这个语言 就训练这个民族 他有这种长远思维 而我们这个中华民族的 这个词汇呢 都是块状的 就是短句多 所以我们有很多问题呢 都是考虑到眼前的比较多 就是我认为就是 因为思维的定义 就是借助语言符号 对客观事物 间接概括的反应 所以这个语言呢 就是德国这个民族 他的德语 就决定了他的思维 是特别长远 你看他做很多事情 他都有设计 而且他设计都是50年以上 对 而我们呢 就这个中华民族 他思维往往是块状的 像一个一个成语 对 就解决现实 所以我就讲 我们00年盖的房子 好多楼房没车库嘛 对吧 他就没有想到过 10年20年 对 城市会发展到 对 你像德国人给青岛盖的 这100多年以来 所有的基础建设都很好 对 李老师说这个 我就想到之前还有个案子 当然几年前了 就是说一对夫妻 他们就是把一个少女骗到这个屋里来 然后就那个就最后就肩肩 先给他喂了麻醉药 对 然后就肩肩了嘛 然后我后来看那个报道 那个我觉得为什么会这样 我就后来看那个长篇的报道 就是因为这个男的觉得 我跟我老婆结婚的时候 老婆不是一个处女 然后他就对这件事情 特别特别耿耿于怀 然后而且他又怀疑 他老婆又跟别人发生过关系 就觉得你对不起我 那你怎么补偿我 你就是给我骗了一个人 对 给我骗了一个处女 所以他们每天就坐在 就在那个窗口就开始选 给我骗一个 骗一个这个没有性经验 你要补偿我 你要补偿我 就是他在短时间内 他只有这么一个念头 而且最后就变成占据两个人内心的 就我要把这一块我给补上 命运对我不公平 我要把这一块给补上 但是到这一块之后 他其实没有再想了 他整个被那种 命运对我不公平的念头占据 这种也很可怕 所以就您讲的这个 他一个是时间 就是你看他肯定 恋爱要慢慢谈的话 他就不会那么极端 就是这事 这风物长一放眼亮 对吧 将来还有机会 再有一个是空间 就他讲的 就有的时候呢 就一个坎过不去 这女的不要我了 他就变成啊 生活里没有周边的事情了 就在空间上 咱们就再说一个词叫执念 我见过那种人 就一段时间之内啊 这件事要是弄不踏实了 我不能把它给挽回来了 我脑子里就没有别的 你看他时间上没有长远 空间上只有一个事 你知道这种情况怎么发生吗 这种情况往往是 他在生活当中的这个 就是兴趣和刺激源太少 就是等于你把一个人 关到就比如传销吧 你怎么能给他洗脑 你必须把他隔绝 和外界的联系对吧 所以我们有人在生活当中的 一个健康的心理 最好的保持自己健康是什么 就是说一定在生活当中 每天要做三样以上的事情 就跟吃东西一样 就是你不是说哪个健康不健康 就是你什么都吃一点点 他那量够了就最健康 如果你只吃一个 你就肯定不健康 所以心里也是这样 如果你这一段时间 就做一件事 做久了 人就会变得那叫吃 就是呆 书呆子书呆子 平衡嘛 对 所以呢就是你说那个 实际上可能跟你那段时间 就是工作有一段时间 就执着在一件事上有关 那特别容易崩溃 就是就变成人生 就只有这一个一个一个事 包括陈世锋这也是这样 如果他生活当中要是 当时就是很快乐 有很多的事情要去做 那肯定 他也不会出现这么偏执 对对对 这我同意 就是反正这种案子 都这人特别狭窄 就是圈子也小 也没地儿去去 就没有宣泄口 也没有更多的活动去 你比如说 这人很喜欢话剧 是吧 甭管我闹成什么样 我这话剧还得看 那那就不一样 那马上就会就口 就别有寄托 对 他这个就是想一个事 他会觉得这个挽回了 我的人生就全部都好了 就是他会在这上面 寄予特别多的 你想他当然在日本嘛 他肯定跟那位日本人 交不了什么朋友 中国人就这么几个 而且还好说话的 就是这女孩 对吧 所以他到最后就特别直了 对 简直是个救命稻草一样 对他来说 对 但是你要说这个方案目标 多元化呀 我还听到过一个渣男的定义 我问我们组里 一个90后的女孩 我说 我因为我闹不清 我说你们女孩 觉得什么叫渣男呢 他一嘴就说出来 他说第一不负责任 第二中央空调 又有新词 什么叫中央空调 不知道 就是他给好几个房间都吹暖气 就同时 就是渣男 他同时给好几个送温暖 后来我跟他对话很有意思 我说那个 那他怎么就是不负责任 我说男的 他说男的当然应该负责任了 我说那要是反过来 那女的要对男的负什么责任呢 他说那个妇道啊 什么的 我说那女的有什么 你有什么妇道呢 他仔细想想 好像现在我们也没什么互动 你说这点对话挺有意思 这很有意思啊 因为我们社会的形态会越来越多 这是肯定的 就是各种生存的形态 然后民族的差异 文化的差异 以至为未来的制度的变革 会使社会变得越来越丰富 我们今天碰到的这些现象啊 就刚才说的这个这个江戈案 这个现象中 当然我要不听李梅金老师说这个事 我还真没想过 我想这里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他们三个人之间已经形成了一个三角关系 如果他们不是这样 你比如那个三叔跟少女之间 你从这名字上就讲 他就本身 容易让人误解 太容易让人误解了 你凭什么女人之间管那个叫三叔呢 凭什么叫少女呢 他至少我觉得他有这样一种感受 要不然他不会起这种名字 这个还真是让人觉得 李老师这角度挺敏锐的 没有 江戈我觉得他其实也挺好的一个孩子 真的很狭义的一个孩子 但是呢 可能就是说在生活当中 有时候就是这样 你可能不觉是个事情 但他可能就是个事情 所以不要给别人造成误解也特别重要 尤其在这个婚恋当中啊 这个误解有真的容易引起这个真的杀身之祸啊 人家以为就是你跟他 包括有些男性也是这样 比如我看你太可怜了 我来帮你一把 可是你要知道 如果是男女之间在闹别扭 一个男的去帮忙 那风险是非常大的 对吧 所以这种帮忙 你应该怎么帮法 你哪怕找一老大妈 你说您去帮忙他 对吧 你不要自己去出面 你自己出面 那是非常危险的 所以这也是一种社会知识 包括你说如果这个男的觉得 你们两个这个闺蜜的关系 紧密程度超过你跟我的关系 就好像你这个什么都靠 这闺蜜献计献策 好像你对我不好 或者你的这个对我的种种言行 都是你的闺蜜告诉你怎么做的 我觉得这也非常容易引起这个男性的这个怨恨 对 这个亲密关系啊 和这个占有欲 您觉得是是什么 是有矛盾吗 这个有些人的占有欲特别高 但是呢 这个占有欲呢 我觉得可能是天性的东西 就是说 无论是这个包括动物吧 还是人 可能多多少少都会 就觉得这东西是我的 你看小孩他都知道这东西拿回来不给你 你用外人说 把你给我吃一下 他马上都这样 所以我觉得这个呢 倒不为过 就是说他不算什么错 你你比如说 你既然要跟我好的话 我得到你也是 就是我 我本身就想跟你好 所以这个占有没有问题 关键我是担心 就是说 我说在生活当中啊 就是人和人 尤其是男女之间相处的时候 你要特别小心 呵护对方的那种自尊 然后不要给他造成错觉 这两个东西特别重要 这个还有一点 我看到他那个报道里讲啊 就说这个陈世锋啊 就是他以前的这个同伴就给说啊 说他交也交过几个女朋友嘛 说他交女朋友嘛 说是爱的都不特别深 因为他主要是为了炫耀 就是说哎 你看 他有种这么个劲儿 所以呢 反过来说 是不是也特别容易觉得 这个这种面子上 自尊上 这种受挫 而且呢 而且还有很多种情况是什么呢 我就发现在大学 有些闹出案子的这种 有的男生啊 经常表现出来是 就是追女孩失败 一下子就变成了 过度的在乎面子的人 都是非常危险的 这肯定的啊 过度的在乎 在乎面子是每个人都在乎 你在这个社会上 无非两件事就是名利嘛 利是你要去挣钱嘛 对吧 你要在乎别人对你的评价嘛 那过度在乎 人有自尊心是对的 但你自尊心 我们老说还有一个叫虚荣心 自尊心跨过了这个一个界限 就是有点虚荣 虚荣再跨过一个界限 我觉得就是病态 哎 马爷 我觉得你白仰作 你应该挺爱面子的 你当年年轻的时候 你要追个女孩 被拒绝了 有没有 您可能没被拒绝过是吗 我被拒绝了 拒绝了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咬手指的 就你自己去解释 你自己的痛苦啊 我们从来不可能去想象 用极端的方法解决这个问题 如果你追一个女孩没追上 那么 你非常清晰的知道 这个结局是不可能挽回的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判断 就是很多人他老认为 我采取各种方法 甚至极端的方法 我有可能把这个解决 这边拿刀子架在别人脖子上 让人家爱你 这种人天天有 是不是老有这种事情 你这种就算他回来了 他不再一辈子在你这个刀的阴影下生活吗 真的您这说的这个从恋爱 我就一直说到这个生活上 我最近也是发现 有时候生活上 包括工作上 遇到很多矛盾啊 实际这个矛盾最根本的 大家思到最后不可开交啊 我最后明白的一件事 就咱们的很多人啊 他太执着 就所谓我要干一件事啊 有条件要上 没条件 创造条件也要上 反正就是非干成不可 于是大家经常对撞 后来你让我明白 就说你像咱们这种人 不是有太大的那种进取心的 我经常说 我说大家为什么要闹到这样 可以不做吗 你说这个吧 你也没饿死 对吧 这笔钱也可以不挣吗 谁让你一定要这么干呢 这跟人和人经历不一样 就是早年越匮乏了 后边就他战友欲就越强 相反早年你什么都有 比如天津散尽的人 一定是早年就不亏的 像那天你们那个节目 那个谁 柯兰在这 你看他谈的那 你就感觉到 他是早年不亏的人 不匮乏的 所以他什么都不在乎 然后呢 但如果你早年 真的是没有 比如说凭什么 你们就住城里的 凭什么我住这 对吧 然后呢 当他考上大学以后 我也要住上你们那样好房子 而且比你们的还要好 也就是他早年 他有匮乏 他的渴望心就更强 所以有的时候呢 有些人和人之间 他差别在现在来看 我们不能理解 现在他的生活经历当中 他有这样的经历 你没有 所以你完全不能理解 你看马爷 我觉得马爷 我是在想 刚刚马爷说的那个 这个自尊心和虚荣心 包括你说 为什么大学 很多这个是 就是他追追 然后就发生命案 我觉得还有一部分原因 就是因为 现在我们其实某种程度上 就过于美化 公共示爱 这种行为 你知道 在宿舍底下 摆一个这个大顿 其实你求爱 是一个私人行为 但你把它公共化 你包括在社交网络 在这个秀恩爱 你这个一定要秀 大家都秀 你就不得不秀 你就把这个一个个人行为 就变成了一个公共行为 本身是一个你的 自尊心受挫 然后你就变成你的虚荣心受挫 你整个的在这个公共的 这个视角内 你就变成一个很可笑的人 所以如果你把你这个 室爱爱情关系 维持在一个私人的领域 其实我觉得你所受到的 这个创伤 它也能够维持在一个 自己可控的 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 很重要 我这点我也是 我弄不明白的 当然因为我是男的 我有时候跟这个女孩说 这个女孩说 最感动的就是这样 在这千万人面前 一个男的 能做出这样的事情 也很可怕 对 我是真的不太理解 就是说假如我是女的 如果我是女的 我真的难道 我不会找她的 我说你让我太害臊了 你弄得全校的都这样 这是当然我不能理解 可能女孩是觉得最感动 我一直觉得 这多害臊啊 这种女孩也少数 我觉得像我们都不会这样 但现在我觉得 现在大家会美化这种心 一个女的就是很虚荣 原来是个医院的 什么好像是个护士一类的 然后有个医生向她求爱 把那个楼道里铺满了玫瑰什么这个 然后所有人都在裹钱当中 她也答应了 架不住她后来又碰起 特有钱 她还是喜欢钱 跟她有钱的吧 所以呢 就把那医生给彻底晾了 然后她跟她有钱的一跑 就很简单离开这个医院 对吧 但问题是男的 医生怎么离开这个医院 就很麻烦 就这种事情 对他刚才说 我觉得应该 社会应该反思 公众示爱 这本身就不是一个 值得打仗旗鼓的去宣传 尤其不能当成一个 好像英雄壮举一样的 这也跟好 这跟王成这个 像我开炮是两回事 对啊 你这一被伤害 你这不仅是你求爱被伤害 被对方伤害 你整个被受为羞辱 你就这个社会羞辱 我觉得对人是一个 更沉重的一个胆怯 所以你别看 你说这个西方文化当中 有一点啊 就是说这个婚姻啊 恋爱啊 是很隐私的事情 甚至都不主张跟人聊天 跟人打听这个 我觉得这是有道理的 对吧 你再怎么着吧 你涉及不到 你对社会面前 没面子 对不对 是你们俩人的事 而且我还是觉得就是 像有些人 我在原来我上大学的时候 都见过这样的事 您说那是一种什么男孩子 你看今天很多男孩子 手上都有烟头烫的疤 你知道那个时候 我们学校就有名的 就是说 哎 就找一女孩 我跟你求爱 你跟我好不 你跟我好 从这烟头就在那 你说你答应我 答应我 哎 你说这种 我有时候觉得这种 哎 你碰见过 你肯定碰见过 因为那种 啊 搁一刀 对啊 有啊 很多人这儿搁 过去要债也这样 说你给不给钱 不给我剁一手指的 再不要再剁一个 那李老师 你说这种 这种人将来 有没有可能发展出极端行为了 那肯定有啊 就是一般像这种人 我觉得还是挺 得躲他远点的 而且呢 我觉得这就是 他这已经 也突破底线了 就是他 我觉得你 你跟一个什么样的人 就是要如果一生在一起生活的话 他至少有些东西呢 你要如果光管一时的话 你做不了一事啊 你不让我剁手指头 他能一辈子老过吗 他十个指头能躲多久啊 对吧 剁手指头有这样的 对啊 我们讲的像我 就是除烟头也这样 因为剁手指头 比除烟头要厉害的多 这个拿烟头烫的 男孩子现在很多 因为他觉得烫一下烫一下 剁手指头是这样 为了跟着女孩去求爱 最大的决心就是 我剁一手指头给你看看 剁手指头是很血腥的嘛 对吧 因为对吧 你想着吧 他呢 像超市买一个猪尾巴 猪尾巴 把你尖切了 跟手指头差不多这边长 然后到这 你知道吗 你只要抡起菜刀 往下一剁 你当然得事先练一下 这样 剁的一瞬间 那手指头回去 把这猪尾巴那胳膊 哈哈哈哈 女儿看都不敢看 你把它扔了 你从了 从了 你把它扔了 其实就扔一猪尾巴 这手指头还是好的 但这个事不能推广 这个事 你这个瞬间 要我肯定是马上 哎我给你找纱布 咱包 这是公安大学的 但是这都是多容易被识破呀 你不能以后 识破 我告诉你 没有人能识破 你敢瞪脸 但是你以后你总会伸手 以后那就令 你先到手来说 先到手来说是吧 然后呢 再缠着点纱布 你把这个 你想我把这个窝过来 再缠一纱布 所以你看 所以有时候人家说 女人说了 男人不坏 女人不爱 那这种男人还招人喜欢 没准到最后一看 哎呦 你跟我玩这么一把戏啊 然后就 好可爱啊 他不一定是坏 要不说 我就挺欣赏马爷这种 就是游戏人间的 有点乐观精神 就真的 我现在觉得 咱们这个社会啊 就太这种成功 就您刚才讲的成功教育 我也不是信佛的 我也不是佛教徒 但是我就知道了 我觉得啊 这个佛教里讲的有个事 是个很好的劝告 就是说人呐 他得有两个追求 一方面你看 咱们这个成功学 就所有我们从小教育们 永不放弃 执着是个保义词 但是执着在佛教里 可不是个好词 你老和尚经常就跟人说 别执着 不要太执着 所以我觉得 得把握住一个度 如果你教育孩子们 老是这种不达目的 死不瞑目啊 我觉得 他可能分不清 在什么事上 不达目的 死不瞑目 那当然 我们的教育 就叫有智者 施进成 我们从小就这种教育 所以 尤其你侮辱歧途 就比如说 所谓侮辱歧途是什么 你不是搞音乐的 你去学音乐 你没有绘画天赋 你去绘画天赋 包括行真 行真您接触人太多 他有人就有天赋 他破案就比别人快 思路就是对 有的人 兢兢业业 去了啥案也破不了 对 它是一种艺术的 这种 就我刚才说的 就是你要知道 这个人哪不成 是你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件事 但是我就觉得 你看越有成功经验的人 比如说这个新加坡商人 可能摄影做得很好 越有成功经验 他就越觉得说 你看我之前的事 我都是我靠我努力就成了 这对你也是 就他的这个成功经验 会给他一种幻觉 他觉得这次也一样 所以他就不断的往前去 这个都 就这个也很可怕 对 他就觉得 其实谈恋爱 我觉得很重要一点 在这也是给这个男性提个建议 有的时候欲轻故纵 就是你逼得太紧了 反而把对方吓着 你真正喜欢对方吧 你要先露一点自己的优点 然后呢保持一个距离 然后把它放了 对 然后呢再露一点自己的优点 又保持一个距离 然后呢就慢慢的扯这个线 让这女的妈妈她来感动 你不能一下逼得太急 对对 所以 钓鱼嘛 钓鱼就是这样 这个鱼上钩以后 你瞪是瞪不上来 越大的鱼越瞪不上来 就必须瞪 把他瞪得没劲 对 瞪累了 大概低了 当然这是一个 另外我还是一个建议 就是说真正的作为爱的话 是你要如果说我真的爱你 你就应该是让对方感到舒服 你不让对方勉强 让对方心里的委屈 所以我觉得要 就是我刚才讲 为什么说这个男性文化 女性文化 就性别文化 就是男性应该什么样的是一个好的男性 我有时候在讲这个 讲课时候会提这个话题 我说其实在初中这个阶段 爸爸妈妈 就要跟自己的孩子去聊 如果是个女孩 就妈妈跟他聊 如果是个男孩 就爸爸跟他聊 聊什么呢 就是妈妈可以跟女儿聊 我当初怎么看上你爸爸的 男人最重要的是什么 你看你爸缺点在哪 但是他优点是什么 对吧 而爸爸要跟男孩说 女人最重要的是什么 我当初怎么看上你妈妈的 让孩子在初中这个阶段 就是他青春期刚开始 要去学会识别这个男人和女人 而且哪些品质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很多家庭 没有这样的教育 然后这孩子一说谈恋爱 都是从文学上来的 这文学就刚刚你讲了 现在是电视剧上 对 有很多文学都是很荒谬的 前锋地裂的 有时候我看那个婚恋片 我都觉得 哎呀 这日子过的 我不能理解 干嘛要这么过日子 对吧 对 但是我们就演得特别认真 后来我正在作者生活 也不是太顺利的 就是他把自己的生活显现出来 你就会知道 这种生活不对 然后呢 就是人呢 我觉得是这样 你不要觉得我追求他不成就 就我这辈子就完了 但他肯定不是你的 其实两人要对上的话 他是就是老天造成 就是你的 对 这个当然这个概率是很低的 一个好的男人 找着一个很好的女人 就两个人特相和的 这种是很低的 像您刚才说的 这个父母以身作则的 跟子女一起讲很难 大部分父子都这么谈 就说 儿子我告诉你 我这辈子最倒霉的事 就碰你 你希望千万不要找这样 以后你有事跟你爸说 你爸给你点意见 都是这个路子 你知道吗 那也可以 就是因为 就是我们社会结构决定了 社会的每一个家庭 是不是幸福 就为什么有制度出现 制度是希望你去幸福 每个制度的出现都是这样 但是制度中一定要有一个局限 就是不能让你完全的幸福 因为幸福的定义本身就不同 那我们过于放纵 在这个社会上肯定是不行的 第一有道德 第二有法律 两条线就把你管得老老实实的 所以还是刚才李老师 这马爷讲的话 谁听进去了 谁得好 子女都得好 是吧 这放长线才能钓大鱼 要不再烧条猪蚁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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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京爱情故事里面的丸志 就是他谁都喜欢 然后但是呢 他又不好意思去跟另外一个人说 这个跟他分手 第一个是本我 本我就是我想干嘛就干 快乐的原则 第二个阶段它叫自我 这个自我的意思就是什么呢 要根据外部的情况 闪失度势 现在不是有那个班吗 叫什么POA还是什么的 他要承认他就要故意杀 他现在这个杀人叫金型杀人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世界很酷